身孝狗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狗年出生的人大多意志坚定 忠诚 有浓厚的同情心 富有正义感讲义气 众人情道义 做事全力以赴 身性豪爽勇敢 见义勇为 谨慎小心 守本分谦虚 身性淳朴正直 诚实友善 为人忠实可靠 直觉锐利 为人忠诚 颇爱主持公道 很受人尊敬 个性勤勉敬业 具有大智大望 狗年出生的人也会有盲目的倾向性 有时做事爱于面子 交朋友需要长时间观察 感情起伏大 亦躁亦怒 依赖心强 喜欢起人忧天 爱倔强成英雄 重理论而在现实中 缺乏行动力及判断力 万万不可独断独行 否则亦遭极大的挫折 喜爱批评别人追根究底 善猜以喜挑剔 属狗人转运方法 一生肖狗欲兔就能赴 属狗之人和属兔之人 感情缘分不错 因此各项感情 都能有一个比较完美的匹配 在各类感情中 属狗之人或许会尝试 逐多付出一些 多行动一点 而属兔之人则更善于用言语 或者想法来表达自我的感情 这是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 属狗人和属兔人 在属相上面属于六合 六合是种暗合 暗中帮助你的贵人 所以属狗人和属兔人在一起 是非常合彩的 彼此属于最佳合作对象 属狗人非常真诚 脚踏实地 而属兔人生意风格比较温和 人际关系比较好 属狗的和属兔的在一起 能够互补 合作分工不错 也能够给彼此 创造很好的财运和机会 可以摆兔摆金钱兔 在镇东方 可以养兔 饶鼠兔的贵人 二生肖狗御马事业发 生肖狗和生肖马 属于生肖里的三合配对 两个人在一起做生意 非常容易就取得成功 属狗的人做事非常认真细心 而属马的人特别的体贴会照顾人 当属狗的和属马的在一起合作时 属马的会默默的付出 不求回报 而属狗之人对属马之人的付出 心里是非常感动的 行动上也会表现得更加积极向上 在这种非常和谐积极的努力之下 属狗的和属马的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能够顺利的完成 彼此的财运肯定也是非常好的了 可以摆马 摆在镇南方位 可以到马鞍山 养马 找属马的贵人 三生肖狗御虎更有福 生肖狗的和生肖虎的属于三合关系 属虎人对属狗人的任何行为 都显得相当的热情与关注 善于在合作投资与团队协作上 提出建议和帮助 属狗之人和属虎之人 在合作关系中 能够相互增加彼此的财运 但是从五行的角度分析 虎为木 狗为土 木克土 属虎人在各个方面 都会表现得比较强势 希望属狗之人 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达成目标 尽管都是一种积极关注的心态 不 过这样的态度 容易让属狗的人感觉不舒服 在这一点上属虎的人和属狗的人 及时沟通交流 避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可以摆虎摆猫 摆在镇东方 可以到龙虎山找属虎的贵人 四生肖狗御人有贵人 可以摆八仙 增加生气 喜气 使事业运气好 五生肖狗御喜有名气 可以摆鲜花 树木 增加生气 喜气 使事业运气好 六生肖狗御家能发家 可以摆宝贝花瓶 多接触与家有关的 有家庭感觉的物件 七生肖狗御龙相互冲 注意生肖狗和属龙的人相冲 在生肖关系中 狗和龙乃是相克 不属狗之人与属龙之人 性格差异较大 在生活中对待问题的看法 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差别较大 彼此经常会发生矛盾争吵 八生肖狗和属鸡的人相害 所谓的鸡犬不宁和鸡飞狗跳等 都是形容鸡鸡与狗在一起的话 会闹得家庭不安宁的 九生肖狗御狗狗咬狗 注意狗年出生的人和狗年出生的人 容易意见不合导致吵架 时生肖狗的开运味 因为鸡鸡虚开运味在卯 开运亦为开运味 所以卯方及东方为开运味 属狗的开运味东方 所以在开运味养会开花的植物 会运气大开 生肖猪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年出生的人大多做事专心致志 比较乐观 诚实真挚 有同情心 能信任他人 为人真诚正直 事事认真实行 人缘极佳 性情率直 心地善良 个人主义至上 内心刚毅慷慨大方 正义感强烈 光明磊落 做事不拘小节 朱年生的人心思单纯天真 不会与人轻轻计较 不是会诈欺和出卖朋友的人 为人坦诚真且包容心强 与人没有多大的竞争 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不会说谎 举止正当态度和善 朱年出生的人也会遇到不坚定 异动感情 自我宽容 对谎话缺乏辨别力 心地善良 对人没有猜疑而常受骗上当 好批评不善交际 性情造脾气粗暴而容易冲动 缺乏沟通协调精神 不执俗气 贪玩乐无尽取心 朱年出生的人最大恶劣个性 就是会存心捣蛋恶作剧 绝不会中途而废 一定会弄到别人一败图地方肯罢休 属猪人转运方法 一生肖猪欲虎真幸福 属猪之人和属虎之人 有着互相理解和相互扶持的想法 容易产生并维系感情 在感情的主导性方面 俗话说得好 伴猪吃老虎 因此属猪之人在感情中的作为 和地位不容小觑 表面上属虎之人掌握着感情的大方向 对待感情的话语权比较高 殊不知 大致若愚的属猪之人 也用自己的智慧和温顺 柔性地控制着对方 可以摆虎摆猫 在东北方位 可以到龙虎山找属虎的贵人 二生肖猪欲兔能致富 属猪之人和属兔之人 大都较为聪明 因此很懂得控制自己的感情走向 或是在感情中 获取自己所向往的东西 这一类型的人 与他们交往往往不会很吃力 属兔之人的温和与田径 配上属猪之人的幽默与热情 也算契合得恰到好处 可以摆兔摆金钱兔 在镇东方 养兔找属兔的贵人 三生肖猪欲养更吉祥 属兔之人温柔敦厚 善解人意 属猪之人则温和大度 大致若愚 他们彼此都很享受对方的温情与照顾 在个性脾气和处事态度上的相似性 因此较容易建立和维系一段感情 可以摆养摆三养开开在西南方位 可以养养找属养的贵人 四生肖猪欲龙能化龙 对于属猪之人与属龙之人 种种感情模式 其中最大的一个成功要素 应该是属猪之人的包容与大度 他们个性中天生所具有的温和和随意 会让彼此之间的感情更为的融洽和谐 可以摆龙 在东南方位 可以登龙山耍龙灯 找属龙的贵人 五生肖猪玉米更是喜 可以摆五股风灯之物大米 秋天去农场多参加农业劳动 六生肖猪玉豆更长寿 可以摆五股风灯之物大豆 秋天去农场多参加农业劳动 七生肖猪玉粮富玉长 可以摆五股风灯之物高粱 秋天去农场多参加农业劳动 八生肖猪玉家能发家 可以摆宝贝花瓶多接触与家有关的物件 生肖猪玉人有贵人 可以摆八仙 增加生气喜气 使事业运气好 注意生肖猪和生肖蛇的相冲 在交往中也很容易产生性格 或习惯方面的不和而产生矛盾 九生肖猪玉猴四有仇 属猪之人与属猴之人 可能会因为一时的吸引和好感 而走在一起 但是长此以往的相处之后 却会逐渐出现各种问题 注意属猪和属猴的人不是很合适 食生肖猪的开运味 因为亥毛为开运味在子 开运意为开运味 所以子方及北方为开运味 属猪的开运味北方 所以在开运味养 会开花的植物会运气大开 以上运势分析只是一种参考 人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还是要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 只有你能够有所行动和付出 那样当好运到来就能把握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